观众各位好 欢迎收看通来广播电视台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邓淑英 下面一起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根据刚刚完成的2021年2030年阶段 海港群 港口 码头 浮动码头 水域 水域群的详细规划 以及到2050年的愿景 预计到2030年对海港系统投资的需求总量 约超过312万亿云南顿 公共海上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超过70万亿云南顿 港口投资金需求超过242万亿云南顿 其中到2025年 在南部地区 盖美世卫航道航线将进行升级和投资 以服务中在20万顿以下的船舶 单顿位船舶进入后河的航道 第二阶段将升级为中在2万顿以下的船舶提供服务 在中部地区 许多通道也被优先升级 例如清华省伊山港入口服务中在5万顿以下船舶进入的归人通道 到2030年 交通运事部预计将继续部署投资中大海市项目 其中将在盖美夏部地区和梭庄省陈堤码头地区 张商和部署港口投资 据北江省农业农村发展厅表示 今年全省保持荔枝出口种植区代码178个 种植总面积近1.67万公顷 其中中国市场占110个代码 根据北江省入岸荔枝种植者的经验 今年的开花质量将使果实高达90% 预示着荔枝产量强劲增长的一年 收天器条件影响 湿度较低适合于处于花果期的荔枝数 许多农民预测 今年的荔枝季将比2022年增加约20%的产量 与两年前不同的是 今年由于中国取消了零COVID-19政策 荔枝出口的百分比低于国内消费 他们预计荔枝出口的比例将占产量的60%左右 昨天春日县强制拆除了居住在高泉乡的阮黄日先生和黎原路先生的两项违反公路和铁路走廊的非法建筑工程 拆除后 工作团恢复了第106号地图第23号地块以往的所有建设工程 总面积超过115平方米 以上工程为波纹铁皮屋顶的活动板房 工作团还拆除了南北铁路沿线的小型违章建筑 强制拆除违反共程 是为了起到真摄作用 同时也是为了宣传和提高组织和个人的守法意识 从4月1号起 日本外相林芳正将访华并与秦刚外长会见 目前正在筹备中 这将是自2019年12月以来日本外相的首次访华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在与秦刚外长的会晤中 预计林申声将表达对华东海局势以及中国和俄罗斯 在日本附近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的担忧 林申声将努力让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公民尽快获释 此外 他将表示有意继续与中国对话 以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双边关系 2022年11月 在泰国峰会期间 安田文雄首相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 以同意加强各层级沟通 以发展两国关系 昨天 缅甸军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解散40个政党 其中包括由昂山素季女士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缅甸国家 缪瓦底电视台报道说 有63个政党登记参加全国或地方选举 而其他40个政党应没有安时登记重建而自动解散 2023年1月 缅甸军政府宣布在军政府承诺举行的选举之前 各政党有两个月的时间根据新选举法进行重新登记 目前缅甸政府尚未宣布选举日记 21月 缅甸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意将紧急状态 再延长6个月 因此选举很可能会推迟到8月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